我們來接著看那個貓貓充彈測器這邊 那一樣也看它的高度 不過它等一下就沒有說明了 好 然後我們就自己看 好 開始 他說跟前面上個視頻一樣的概念 然後他說我們有三種方式 開始 開始 開始喔 第一種 First 它第一種就是往後 然後等一下往前就直接滑把位 好 直接滑 我說要直接兩段視 不過我叫你看的不是兩段視 而是看這個基座的高度 你看它一開始是比較高的 然後等一下往前會滴下去 可是等一下 你看它往前 往前滴下去 然後放 on the away and back and back away and back 好 就是 來我做一次給它 就是 我要做一次我要你們看的東西 就是你看它away的時候 好 它一開始away的時候 這個高度會比back 等下back的時候高一點 away back的時候它就擠下來 away back 就直接 away back away back away back 所以這個要下來 就是直接放 那等一下 我先講一下毛毛蟲 毛毛蟲 那一樣它的效果也跟我上個視頻講的一樣 如果這個你貼得住的話 對 你會 它會產生三個效果 一個效果就是會讓你的這個 這個手彎曲的這個 我說過像毛毛蟲會讓 讓我們這個彎曲的能力更好 可是你如果飄起來就不會這麼好 你的基座 你在前後擺動的時候 你這個 要貼下去 對 你才會比較訓練到這個 這個東西 那另外我剛說過 也會讓你的換把 如果因為 因為它這個 這個擺動 它剛說是為了換把 對 就這個做完以後就換把擺動 waving seat 他說擺手的 對 所以會讓你在這個 換把送的時候 你比較貼得住旋 我剛用有讓者之歌 特別是上針把握的時候 你貼得住旋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在樓旋的時候 你那個 手指也比較貼得住旋 你不會飄起來 聲音不會飄飄的 沒有樓旋的效果 好嗎 不過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以我這種筋痕緊承 最重要的是我剛講的第一個功能性 就是 它會讓我這個 這個筋有比較確實的拉開 如果你飄起來就你比較沒有 那做一做做一做 再來樓旋 手的效果 我覺得 像我現在已經動了 對不對 然後再來說 一定有比剛更好 我覺得比剛更好 我現在是因為不太敢運功 我怕吵到人 你相信我會越來越好 就會更好 我現在是因為功 拉不下 因為半夜我這樣成 因為這雙槍又被我沾到油 主要是它沾到油 雙槍被我弄壞掉 沾到油 然後這油 又抹到這個工麻上面 就工麻變油油 讓我多塗幾次看會好一點 對 我想要用 試試看多看可以把它救回來 應該是沒關係 所以那塊布真的蠻重要 就是雙槍外面那塊布真的蠻重要 它會保護你的手 不會直接碰到裡面 對 它外面怎麼髒都沒關係 裡面不要髒 那個布 它本來外面應該有塊布 那塊布蠻重要 像我常常因為髒掉 我就把它剪下來 沒有 它就很容易 油很容易沾到裡面 一旦沾上去 你雙槍沾到油 你再塗 你功麻也沾到油 你就會變惡心弦 好 好一點 塗多一點果然好 再來 有沒有 小鬼就很好 因為聲音有出來 好 我稍微弄一下 因為現在樓下在睡覺 我剛說假如你在樓弦擺動的時候 你無論是往後擺 或往前擺腳 你飄起來了 你是不是這就壓不確實 對 那你聲音就會飄飄 對 那像剛剛那個毛毛蟲彈射 就是剛剛那個練習 或是前面上的聲音 如果你可以確實的 讓它往下壓 那你這 意味著 你就是 這種像 接著的能力 就會比較好 老師你隨便就會比較 我大概做一下 因為這個太大聲 會吵到臨時 那我們接著看毛毛蟲彈射器 那你都去做 你就會發現你的手的活動力 越來越好 但是它這個練習主要不是做這個 它是讓你做微音式的 那這個觀念可能會跟那個 我說過香港那個葉老師 他那個視頻講的好像不太一樣 不過葉老師到底什麼意思 我不代表他 我不能替他說 葉老師 其實 因為葉老師那視頻一直強調 動的時候是手臂 對啦 是沒錯啦 你微音式的你也是 小臂的肌肉在做 但是它這個其實是 微音式 微音就是招手的意思 那其實就是你這樣在招手 就是這種動作 其實你就已經在做這個樓旋換把 那其實 你其實你換把 就像你走路你 或者你跑步你不會都是這裡硬硬的 然後只靠你的手臂 你的腿 在動 不是其實你是賣一下才動的啦 那你這也一樣 你不可能是這邊都不動 然後直接就這樣 不是其實你會 這樣以後然後順勢帶出去 一起帶出去 對回來也是一樣 你會一個啟動力量再回來 只是說我們把它分解的很明顯 你就會好像兩段式這樣 但實際上不是兩段式 但它會有一個啟動 那當然這個 Waving 式 Waving 的動作 當然還是小臂的肌肉 手掌根本就沒什麼肌肉 對 就是這叫什麼長長肌 或是這個勞車換長居氣時 這幫助你做 或者是 那個也會有這種功能性 比較少 但是也會有 死身居氣時限居都會有 主要是長長肌 會幫助你這樣的動作 那一驅動你就帶過來 對 而不是這裡都沒有這種驅動 然後就只有這樣 這樣蠻奇怪 尤其是你短距離的換法的時候 你只是短距離 你不是長距離的換法的時候 你就直接用這個大距離 可能會衝過頭 對 好就這樣 對 那當然不是講的時候是好像兩段式 但實務上操作的時候 當然不會像台中吳老師 他說不要兩段式 當然不會這樣子 那是講的時候這樣講 實際上他會結合起來 但是他勁道還是兩股的結合 對 或是說 但他實際上不但不可能 就像磁幻把 那個曼紐印小型教學 那個加拉米安小型教學 說磁幻把 然後他叫你說這個基坐不動 先過來 再過來 但實際上做當然不會這麼誇張 不會你什麼時候看過誰幻把 先這樣然後再這樣拿一個 他一直只是叫你說 這個帶過來 然後這個順子當然他也會過來了 但你仔細看 其實還是有一點先後順序 不太明顯 但不會這麼明顯的這樣 然後才這樣 又不是毛毛蟲 對啊 好就這樣子 好 那回到那個 對我覺得我不知道 其實我有時候 我很想問吳老師 到底他為什麼會錄那個視頻 他是看到人家那樣幻把 有人那樣幻把 有人那樣幻把 有老師那樣幻把 還是因為看到我路人那些視頻 就是說我提到什麼 或是加拉米安提到兩段詩 所以他才有 但他們那個意思 或我的那個意思 或曼紐印等一下他講的那個意思 他當然是說你練的時候是這樣練 但你實際他在做的時候 他結合成一體了 你看不出來 對啊 實話這樣他們不肯 你要幻把不肯 這樣會很奇怪 對啊 你卻有可能 好那我們先回到毛毛蟲 等一下毛毛蟲 就更明顯 因為三段詩 對齁 不過我 回到我們的重點 我這個我們再回來 我這視頻重點 不是要你看三段詩幾段 而是那個高度 高度 高度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 這個視頻把它看 等一下我小心一點 不要又壓到那個尖 就變了另外一個 好 不到可以 不會嗎 好我們繼續 現在要講毛毛蟲 The second It's what the children call the catapult 就是毛毛蟲 他是三段詩 先往後拉 再往前擠 然後最後再射出去 好 你看他的高度 你看他是往下擠 有沒有看到 好 那他往 他最後釋放掉的時候 其實他也又放得更下去了 好 我做一次給大家看 我做一次給大家看 我用 我做 因為他那個態度 對 他毛毛蟲的時候 他一開始是往後 毛毛蟲一開始往後拉 那往後拉通常都會高一點 但他高不是叫你飄這麼高 好不好 他是叫你高 相對於等一下往前的時候是高一點 好不好 這個基座 但其實他還是跟這個差不多 跟這個圓 這個fingerboard這個側圓 高度差不多 好 那往前擠的時候要擠下來一點 可以嗎 毛毛蟲先這樣 擠下來 所以你不要這樣 這樣就不是毛毛蟲 不是他的高度 先擠下來 我說過我做的比較吃力 因為我不是很柔軟 好 那這時候等一下他 他毛毛蟲三段是 往後先往往前擠 然後再繼續放出去的時候 你看他放出去的時候 其實他是 他這樣以後 他是把他 他是這樣子喔 所以其實他更低了 好嗎 好 所以我們再做一次 往後 往前擠就要下來 然後再試放 然後再 好 可以嗎 那他是連續的啦 慢鈕音他做的是連續 練到連續其實蠻重要的 這個 之前我 分享那個 吳家健博士的那個 又運功的那個旋轉方法之後 他也是說的 最後要把它練到 fluid 很流暢 就是連續 那其實我是覺得毛毛蟲彈測器 尤其是毛毛蟲這個練習 能不能練到連續 如果你像我以前做不到連續 其實我沒有把這個練習的效果 徹底的發揮出來 其實沒有 現在試著把它連續 連續 連續就往後 往前往下以後 就直接出去 再又繼續了 不要 往前出去以後 就要立刻可以往後喔 再夾交連續喔 往後 往前擠出去 又往後 這樣才叫連續 然後再往前擠 然後 就像他這樣 像蠕蟲這樣 才叫連續好不好 我做的不是很好 你看他 等一下我們放 看他做 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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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擠 滑出去 就往後了 往後 往前擠 然後就 這都連續動作 然後就出去 就再往後 往前擠 那你如果這樣做 你會發現你這裡就 我為什麼說這樣才會真的有這個練習效果 那你就會發現這個筋真的會被打開來 那你這樣再練樓弦 你就會發現你這個能力就不要好 你就會發現 就會 你的那個指節 你看樓弦 尤其是演奏家厲害 他那個好軟有沒有 他這個是不是很軟 你就可以慢慢練出那個筋 你現在是不是又比剛剛好了 心就慢慢 那如果又確實的往下 就會咬住 有沒有 那聲音就更明顯 那還缺一位 他這還要一位 等一下 第四個視頻會講到旋轉 那你就可以大功高層 你的樓弦就可以大功高層 你的樓弦就可以大功高層 Triple的 他等一下會提到Triple的旋轉 這個視頻的下一個視頻的下一個視頻 現在是第二個視頻 等一下我們會講 我等一下講到第四個視頻 我們解釋 我們 我等一下會再錄兩個視頻 我們先把這裡 好 這個是剛剛那是毛毛蟲 Tripl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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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看他的連續動作 他接下來會做連續動作 有沒有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 我就不說了 我們就等一下接到彈射器 好不好 上行的 這是上行把握 我們繼續把它看 好 我們看他做連續動作 那不是他 哦 他已經到 抱歉他已經到彈射器 我們重來 重看毛毛蟲 你看他怎麼做連續動作 你看他是連續的 連續的 這樣這樣 要做到像他這樣連續 好不好 好 那再來彈射器 Catapult 彈射器 注意高度 高度 Band的時候他高度是降下來了 好 往後拉 往後拉 其實他高度是往下降又盪上來 好 然後彈回來的時候 你看他又下來了 而且手指是彎的 而且手指是彎的 什麼意思我做給大家看 那這些細節我剛剛沒有去講 那這些細節其實 你如果可以做到 我會好很多 對 我以前我說過我不講 我以前做不太到 對 不過大家應該感覺出來 我現在的樓前是比以前 就好一些 對 因為我慢慢的筋就 被我已經打開了 好 他剛剛是 彈射器是先往前擠 再往後拉 然後再彈回來 好 那我要注意的是 往前擠的時候就下來了 對 我們剛剛說往前擠就下 好那等一下回去的時候 你仔細看他做 他是先往下降 再盪上去 往這邊看 往前擠是下來 對不對 然後他往前擠 他不是就直接上去 不是 他先往下 然後再上去 上去的時候也沒有直接抬到這麼高 只是回到差不多平行的高度 先在這個高度 然後等一下他彈射器是先往前擠 再往後開空 開空的時候 他這個高度是先往下 再乘到平行的高度 往下再這樣 好嗎 齁 然後這時候彈回來說 又回到 往前擠 他彈回來的時候 他 我以前是不是都這樣 我以前都做這樣 其實這樣不太對 應該是 應該是他的做 他是先這樣 然後往前擠 當下以後 他是又回到這樣子 彎的 他不是直的 那彎的時候 你是要下來一點 就貼著 好嗎 我再做一次連續 往前擠往下 那等一下往後的時候 這盪下去起來以後 釋放 釋放的時候是彎的 彎的滑過來 好 就要下來一點 好那你反覆一直做 一直做 你就會發現你在樓弦的時候 你貼 你會比較貼得住旋 有嗎 又比剛剛更好 我這邊是不是聲音 又比剛剛更好 可以嗎 就更搖住聲音 對 好 可以嗎 那一樣的 如果你這樣做 你換把也會變好 因為你下來的時候 是先這樣再過來 所以你換把 下請把 按把也會變好 你這樣做 可以這樣拖曳貼得住旋 你這樣做 可以這樣拖曳貼得住旋 好那當然有的人覺得沒有必要 那我 如果覺得沒有必要 你就不要看 就代表你的筋還蠻柔軟的 你隨便做就可以 你就是不用刻別的去注意 你就可以做得很好 那恭喜你 但你如果覺得 對 我講的你覺得有道理 你就代表你的手的情況 對方也是那種緊緊的 你就會覺得很有道理 那你如果手不緊的人 還算柔軟的 你可能會覺得 沒有想這個 你就自然就做得很好 那我恭喜你 就這樣 好嗎 可以嗎 反正這個會有幫助 那對你 一樣的對你 我前面說的三個幫 一個就是會幫助你這個 這樣子的活動打開 一個就是你在換把的時候 你貼著住 尤其是下請把位 你貼著住 你不用很刻意的 就可以貼著旋 做滑音的動作 那 而且很連續 然後不會影響到 你左右手的穩定性 好 那對樓弦 它就是一樣 你黏得住旋 你這樣往下 往前 你都可以往前 貼得住 而不會飄起來 可以嗎 好 那最後 這五支二 然後我們等一下五支三 我就不解釋了好不好 五支三 好 我也解釋一下 好 因為五支三 其實五支三以前我沒有很仔細講 它怎麼擺動 好不好 我都是很快的帶過去 要不然等一下五支三 我們仔細的講一下它的基本擺動 好 我每次都講五支三的時候 就是毛毛 基本 把毛毛蟲彈著去 我都說 就相反 我就一語帶過之後 這個它的方向是相反 就這樣過去 那要零差不多 可是其實有細節不太一樣 好不好 不只是高度的細節 它擺動的方式 其實也沒有完全一樣 我們 那我們下個節目 我們 接下來討論下一個視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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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